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盛晓峰医生 Dr.Cia肖峰 我是宝康医院的脑神经外科和基础专科医生 今天让我来跟你分享一下脑积水的状况 其实脑积水呈现的方法有很多 可以小孩子的呈现方法 还是沉沦的呈现方法 有很多原因会造成脑积水 比如说脑肿瘤 然后还有脑室里面的流血中风 我们英文叫做subarrant hemorrhage 另外一点 下水到狭窄 脑积型 这些都是偏向小孩子的方面 还有下水到肌型都可能会发生 偏向沉沦的原因 脑积水 脑膜炎也是其中一种的原因 大部分如果有脑积水的状况 你头会疼 病人有时候会有步伐不稳 走路会不稳定 还有往往连长的人 会有三望 四肢的感觉 OK 有时问 问的牛头不对麻醉 至于小孩子的脑积水状况也是会发生 他们有时候脑部发育的不健全 影响身体的发育 如果压力高的话 那么学习功能 脑就受损 荷蒙失调 还有行动不便等等 让我来讲讲一下 什么意思叫脑积水 头脑有分为大脑和小脑和脑干 我们大脑有左右边 小脑也是有左右边 还有脑干 不同的头脑控制不同的身体的那方圈 比如说大脑是控制我们学习 意志力 讲话 还有激励的地方 小脑是控制我们的那个 走路平衡点的地方 脑干呢 是控制我们心跳和呼吸的地方 我们整个头脑呢 是空心的 如果我把脑袋呢 打开的时候呢 其实里面有脑室 脑室的话 里面是有空间的 看到吗 这些空间呢 都是有水的地方 会从里面流流流 流到脑干和后脑的之间 才下去 这个也就是所称的 刚才的下水道 往往有时候呢 如果有脑膜炎 还是小孩子天生不健全的话 下水道呢 都会阻塞 这个会形成了 那个脑阻塞的现象 脑 当如果病人有严重脑膜炎的话 水分吸收不了的话 也是会造成脑毒水 至于治疗方法呢 治疗方法大概有多少种呢 一 我们先要聆听病人的病史 聆听过后做一个体检 用那个核磁电诊 共层扫描 MRI 还是CT brain 来对症 来找出那个原因 大体上呢 如果病人有那个脑脑水的状况呢 而且需要的话 我们会做 我们英文叫做V-P-SAN 我们叫做心腹腹腔分流 当然 V-P-SAN有很多种类 这些意义的医生 都会逐步跟你解释 甚至有时候的话 我们也会做 微创了脑式的灶口术 英文也叫做 Endoscopic third venticulostomy 在先进的医学下呢 我们可以在头端呢 顶着开个小洞 让水自行流去和吸收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往往呢 我们就免得做了V-P-SAN 可是要 你要晓得 不是每个毒水状况 都适合 ETV 这一类的东西呢 只有医生呢 看了医生过后呢 才能够做顶读 好 如果大家有 这样的状况的话呢 可以欢迎打电话来 咨询保康医院 还有浏览我们的网址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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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